陳建仁大人哥呢 到底會不會披掛上陣選台北市長 今天呢 陳建仁已經回覆了 說沒有這回事啦 不過說真的 民憲議員 昨天你們國民黨聽到 綠營這邊丟出了陳建仁 這樣的夢幻名單 有沒有也嚇一跳的感覺 老實講我心靜止如水 只怕一定都點檳檳 中檳到美女 至少點到春節晚 因為大概兩黨的初選 應該都是3月到4月 甚至最晚最晚不會拖過6月 因為6月就開始在修正 所以大概上半年會決定 不管藍綠一定都推最強的 那民進黨一定從最強的 聲望最高 而且依照台北市的政治選民 來講的話 中性選民相對理性選民會比較多 所以兩黨提的人 甚至民眾黨提的人 藍綠白一定都會提政治性格 相對比較低的 一定都是這樣 所以民黨這樣點檳點 這樣有多少人 相對的從現有的閣員 甚至連陳建仁都點 那這些相對都政治性格比較低的 都是社會形象都不錯的 可是剛才委員會說 這些形象都不錯 可是如果他從來選舉 有沒有普選力道 這個不一定畫上等號 這是兩回事 我覺得這個還要再看 不過終究一定會提最強的 不過我因為我是台北市議員 我終究要講 市長人選是怎麼樣是其次 可是市長能不能給台北市 怎麼樣願景才是關鍵 你對我們台北市來說 柯文哲在任7年 我們人口減10萬人 然後現在最關鍵的說 他留下來大巨蛋 能夠順利開幕 現在預計兩年之後 應該是副長講說 職棒可以開打 可以做嗎 可是到現在還卡在那裡 然後接下來公宅政策 全世界主要的國家的公宅 主要的城市 包括歐美主要的城市的公宅 比例是占5% 台北市只有2%而已 那這怎麼處理 因為你高忙家 你對年輕人沒辦法住得起 大家就用腳踏路 我就在那裡 台北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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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交通的問題怎麼去做解決 內科的交通怎麼去做解決 所以城市的願景 好像大家認為台北市相對進步 可是面臨的問題還那麼多 你不論誰來當市長 你這給我改管 提出願景 不論蔣阿安或陳建仁 誰出來 你要把這些 你要解決台北市目前的難題 你要提出給市民願景才是關鍵 所以不論藍綠白怎麼樣 提出城市的願景才是關鍵 不過議員你剛才說 聽到昨天要陳建仁這個名單 國民黨這邊 報議員自己是心如止水 是不是覺得蔣萬安瘟 國民黨現在是不是很有自信 沒有誰瘟 剛才吳雅說什麼 過去除了阿扁之外 民黨在台北市沒有執政過 這不是 台北市的板塊其實是五五坡 中間選民藍 大概稍微略大一點點 藍綠大概也是三層 中間的四層是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怎麼擺動的話 擺動到綠的 就說你誰能爭取到中間選民 誰就能當選 雖然公投在投票的部分 四項同意的選票都高過於四個不同意 可是那個是公投是對市 可是你對人的部分相對又不一樣 所以你說台北市誰倒在我們贏 如果講說自己贏贏 那個人絕對是贏的 台北市這一仗 真的是大家關注焦點 明佑哥怎麼看 因為現在大人歌手沒有這回事了嗎 不過剛才來賓點了好多人 包括講到蕭美琴蕭大使 或是林佳龍 林市長來這邊 明佑哥這邊怎麼看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上個歌他講的也是對的 就是要有一點中性的感覺 那因為陳建仁副總統 今天到彭文去參加惠民醫院的這個重啟的時候 他也很明白說他沒有 那其實不預料說 他會有出現所謂的夢幻名單 其實這大概兩三個月前 大家就在討論 因為大家會去評估什麼 公投後的整個提名作業會怎麼做 因為我們知道基隆 台北新北桃園新竹市新竹縣 因為現在還沒合併 還有臺中 大家都會擔憂說 如果綠營的交棒 沒有好好的去交棒的時候 就會變成不知道誰的名氣 可以來交棒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 包括桃園也碰到問題 新竹市也碰到問題 那基隆市也是碰到問題 這個我們坦白講 那侯友宇在新北市 又這麼高人氣 那但是選一個好的首長 我們現在都給他呼呼的 林志謙也是好人宅 鄭文燦也是好人宅 林佳龍也是好人宅 當然他去做什麼 無論所大使 我實在說我沒什麼贊成 因為照理說 你這種人宅 你應該是要為領到國家的人 你去做什麼無論所大使 但是他有他的任務 他為了科技業要去奔走 那也OK 他也是個人才 林宥昌也是個人才 林宥昌把基隆搞得很好 好 這些人才 其實他應該是可以去把他匯流出來 當一個最強的母雞 其實當民意代表的選舉裡面 九合一大選 其實基層的選舉很恐怖 因為你不夠強的母雞的時候 其他人 母雞如果帶去世家的時候 那多重要你知道嗎 氣勢差很多 氣勢差很多 所以你台北市這一站 一定要有行政經驗 我覺得佳龍確實是不錯的人選 宥昌也是不錯的人選 鄭文昌更是不錯的人選 你到台北市來 會讓人家去檢討說 你過去在其他縣市的施政是什麼 而且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台北市的市長選舉 其實跟總統大選 都搞得快差不多了 都是未來的總統夢幻名單之一 能夠到這裡來站 哪怕你選輸 只要票衝得高 對於未來在民進黨內部栽培的 接班提示來講 都會往上提升一擊 所以我認為說 民進黨其實有很好的人才 可以來挑戰台北市 而且這樣可能